第四届市长杯回篮勇士格斗赛 6月1号在圆摆前广场举行 除了国内外的格斗高手 连来自泰国和日本的好手 都特别来到花莲参加竞技 展现了最强技术 竞争最高荣耀 而市长魏佳燕 特别前往为参赛者加油 也和观看的民众一起热血沸腾 花莲市长杯回篮勇士格斗赛 迈入第四届 除了吸引国内格斗爱好者参加 也有国际选手 特别到花莲来参赛 创办人也是前市长魏佳燕 他肯定花莲透过运动赛事 吸引国际游客 其实非常多年轻朋友 喜欢格斗赛 但是碍于没有合法的场地 所以我们当时候就 跟一些喜欢格斗的朋友们 共同来举办这样一个格斗赛 那在安全的一个防范之下 那也开始第一届的比赛 到现在嘉宾市长推动了第四届 那有很多国外的朋友也到花莲 那我们希望未来这也是变成花莲非常重要的一个运动赛事 能够成为花莲的一个 让国际朋友们来到这里的一个旅游 那也谢谢这么多朋友来支持这样的一个格斗赛 花莲市长魏佳燕表示 这场赛事吸引大量观光客 促进花莲的旅游业发展 也为地震后的花莲带来活力和热情 这次的一个赛事也要特别感谢我们日本的一些选手 那非常知名的一些选手跟日本的一些体育用品社 都来支援这场活动 那主要的就是希望说 能够拉拢更多的一些国际的一个 不管是选手或是他们的家卷 来到花莲旅游 那也希望运动观光能成为花莲未来的一个主轴 那我想市长魏的一个赛事 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他办下去 那也希望有喜欢 不管是观看或是参赛的一个选手 也希望未来我们持续办理这样的赛事的时候 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来报名 今年第一次邀请到日本最大格斗团体RICE来台 旗下三位女子格斗家 也和台湾的格斗女将对决 非常精彩 同时也有泰国的男性选手来台参赛 为正后的花莲重建振兴 注入最热血的一员和拼战精神 花莲市公所表示 未来会持续推动各项运动 让花莲市成为充满活力的运动观光城市 却旅会欢迎市报道